Hello Stanley你好 你好 很開心啊 因為我很喜歡吃炒律子 以前在香港經常 街邊有些炒律子檔 戲院外面那些 我經常會光顧 來到多倫多 就發現了 這間店 其實我都光顧了好幾年了 天天律子 是何時開始的呢 都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是的 律子其實就是補神的 補神 男人吃就最好了 真的 還有是抗衰老 古代有這樣說的話 律子就是腎之果 就是補神的 最主要是 所以吃律子是好的 那我見那些律子 就不像我以前香港吃的 就比較大粒一些 那這隻就是小一點 但是它的味道是甜一點的 是的 這隻是專門拿來炒的 那些大粒那些 其實就是你煲湯啊 或者是煮菜啊 用那些就對了 那到底它是哪裡來的呢 講到天津 有些人就只知道天津 其實呢 天津只是一個出口的講口 所以那些人問 你的律子是哪裡律子 天津律子 其實是天津離的律子 但是不是天津產的 原產利就未必是天津 是在北京附近一個叫做燕山 燕子的燕 燕山的山脈一帶 那裡出產的 這隻律子肉本身就是這樣 嗯 那不如說一下你 廣十幾年 從店舖到青仔 有沒有什麼挑戰呢 即中間 挑戰當然有 每一年只是一個季節 就入一次貨 一次貨放在倉上 又是雪櫃 那就要儲存一年的時間 你又要經常看著它 讓它不要變壞 如果不是損耗就大了 炒的過程 是否要做一些功夫才開始炒呢 首先你要洗 浮了那些就丟掉它 因為浮了那些是不要的 乾或者是壞都會浮的 沉那些我們拿來炒 炒的時間 一邊炒一邊看著火 加些糖漿 那就越炒越漂亮 由山一邊炒到熟 也叫做山炒 那由生到熟要多久呢 大概一個小時 嘩 要這麼久嗎 是啊 是啊 我會炒一小時 炒一小時之後 大概會 我會看看它的鐘 差不多了 看看顏色 看看它的煙 這個感覺 就是差不多了 我又再下一步 到差不多了 我要加少少糖漿 到差不多了 我到差不多了 我要蓋蓋了 為什麼要用這些石仔來炒呢 用石仔就是最傳統的方法 最主要的用途就是它可以很均勻地去地質量 是那個熱風 嗯 嘩 經過大半小時的炒日子 終於完成了 嘩 香噴噴的日子 能夠在哥倫多 宣传这种传统的手艺很难得